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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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唉, 我想不到 右眼哥在Coco姐心中 已經成為一劈爛泥了 糟了, 這段婚姻怎麼夠啊 好啊, 好啊 後日文政局是嗎? 有期嗎? 我會跟李有銀說的 她到時會跟我一起去的 文政局排期? 糟了, 他們不是去那裡離婚吧 Coco姐 不如你後日 還是先別去吧 為甚麼? 因為後日 後日有個衛生大檢查 唉呀, 是呀 幸好你提醒我 朋友圈現在只有我和烈有銀看著 真的不能走開 糟了 有個外賣忘了送 糟了, 姐姐, 讓我去… 那我辛苦你了 好… 有銀哥, 我又救了你一次 你聰明點 你又救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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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盈 後日我們要坐過去見證 我朋友文政局登記 為甚麼? 因為有個衛生大檢查 明白, 離你遠一點, 老婆 叫甚麼老婆? 工作場合 營業地方, 叫老闆娘 有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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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過來…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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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甚麼?在做事 神神秘秘, 總是要在這裡說嗎 是呀 我剛才在裡面見到Coco姐 又不讓你走她那麼近 又不讓你叫她老婆 你一點反應都沒有 要甚麼反應? 她很明顯嫌棄你 但凡在公共場合 又不讓你離她那麼近 又不讓你表明身分 就是不想讓人知道你是她老公 她怕沒面子 不是吧, 又沒那麼嚴重 你的感情也很大危機 你真的一點也不覺得嗎 不覺得 Coco姐也挺厲害的 這麼多想法都沒有跟你說過 有甚麼想法 你越說越令人害怕 反正她現在甚麼都沒說出口 就證明還可以 又可以嗎 又可以?怎麼嚇我 現在她就用祖哥 做這個優質男人的樣板 認為你要跟她學習 我來說 祖論輩份要叫我孤長 有甚麼由孤長向晚輩學習呢 那不是年紀越大就越優秀 水果越老也越皺皮 我跟你說清楚 我只不過是輩份比她大 論年紀是她大 反正就算是小朋友身上優點多於你 你也要謙虛地跟她學習 你越說越離譜 Coco嫌棄我?哪有跟我說過 當她說出口就甚麼都遲了 你真是牛皮燈籠 誰記也不明白 你自己好好地想想 Coco姐對你的態度 好嗎? 姓偉八十八 好 好,謝謝兩位 好… 是…謝謝你 有空再來坐 有空在海餐廳 進去,快過來吧 還說我老婆看我不行 小小事都問我 收到,老婆 老闆娘 我想換一張照片做瓶寶 你看這張照片 還用我們的孖公仔做瓶寶 你也覺得一般 我也覺得一般 你看看你的頭髮 又欺叔,又大細超 最糟糕你從法令文抬頭文 全都出來了 看起來像我叔叔似的 也是不好 那若少爺這張 不要換那張 不要碰我電話 不是,我幫你選那張漂亮一點 就只有很多…很多可以選 都叫你不要動我的電話 我只是想幫你選那張漂亮的照片 你夫妻在這裡耍花槍 要不需要? 姑姐仔 你不就給姑娘幫你選那張照片 我只是給姑娘一組 選吧 快點 你看很多的 其實 這樣,讓我多選幾張 全部給你選出來 到時你就慢慢選就可以了 你懂不懂用我的電話嗎? 不可能弄壞 每個電話都差不多 有多難,對吧 放心吧,沒問題 糟糕 那張照片 怎麼了? 那張照片都不見了 烈有銀 我真是被你氣死 我都叫你不要動我的電話 我… 你看你現在刪除我最珍貴的回憶 那怎麼辦? 姑姑姐 我媽媽有恩哥也不是故意的 是呀,他不是故意的 他死蠢 姑姐仔,你別生氣了 給我看看 你看,垃圾箱裡也沒有 好 原來姑娘把你的照片移到另一個文件夾 反過來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的 有我在,給我一點時間 我現在幫你調 看看你 成事不足,拜事有緣 又累到阿祖無心工作 沒事…很快就搞定 是嗎?兩三下手勢就搞定了 謝謝,謝謝人 謝謝阿祖 謝謝阿祖 行了… 你有空跟阿祖多學點東西 什麼都不懂 真是 你在替替的桌面 外賣多到都沒有人送 聰明一點 馬上送… 我去幫阿祐銀行 快點 是… 我待會又被人投訴 是… 怎麼了 用紙巾 你要抹眼淚嗎 你抹眼淚嗎 只是抹眼淚 那杯奶茶 走得急就弄瘋了一點 來… 其實不用你說 我自己也感覺到 Cogo真是嫌棄我 你又不用這麼灰心 只要她一天還沒把那些 缺絕的話說出來 你也從有機會提升自己的形象 那你等Coco姐對你 改變一下看法 不嫌棄你就行了 我現在下下 拿我和江哥、姚哥、阿祖 他們比 首先我又沒有公司 第二,我又沒有江哥這麼高大 威馬 其次,我又沒有姚哥這麼青領白正 怎麼比 這個提升形象 不一定要靠這些公司 外貌的嘛 這樣 只要讓Coco姐看到你不再本劈 你是有目標的 上進積極就可以了 我明白了 我以後一定要積極向上 反法圖強 那就對了 走 Coco姐,早安 早安 你這麼早回來做甚麼 沒有,早點快,早點幫忙 對 甚麼事?為甚麼開了個門 你昨天走的時候不記得鎖門嗎 不是,我昨天明明鎖了 好… 好、 цел言 你做甚麼 你沒看過 不得到 你 這是甚麼 你 你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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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祖哥 油銀哥? 連你也認錯了 我說油銀也沒有資料搞什麼鬼 夾光了,祖哥肚子業,你千戒過河 你回來了,我要出去買些東西 你先給他出入水 你準時上班才行 是否有幾分之下祖哥? 你搞哪科? 那是你搞的 要在Coco面前樹立一個上進的形象 還要想出什麼勁爆的招式 在Coco心中,祖哥就是上進成功男人的代表 於是我就找他去借一件衣服 誰知道他不在 光哥叫我自己去選,我一選就選了這套 但是成功男人的形象 也不是靠披個殼回來就可以 你的內籠要有變化才行 不是只有殼的,內籠有很多東西 我有很多遠大的目標 遠大的目標? 那有心還未拍遲 說來聽聽,是什麼目標? 該不會對付那一種影片 對付一種類影片 你跟我們一旦方向會拍到 這個影片 你現在讓我多了 我會不會拍到 你會不會再選啊 那麼我會不會 din呼籠 你不說話, 其實人是這樣的 我也經常忘記的 你放心, 你這麼聰明 一定沒有記憶力退化 別害怕, 好, 就這樣 老婆 你幹甚麼?為甚麼穿成阿祖似的 還要笑? 你糟了, 你去偷阿祖的衣服來穿 你弄到他現在以為他自己的記憶力衰退 腦退化 你偷偷的聲音這麼難聽 問過光哥, 光哥叫我自己進去拿 可能我看不到阿祖還沒跟他說 你無緣無故穿人家的衣服幹甚麼 你說的, 你說叫我學阿祖 你不要這樣, 讓他不成功 外表跟他一模一樣 雖然腦子有點差距 最近我想了一個可以改變人類歷史的遊戲 我準備設計 就是這樣的 在遊戲中, 只要每個一關 他要得到一筆財富 而這筆財富就要在規定時間內洗掉 如果洗不掉, 敗不掉這副身家的話 他就遊戲終於出局 但如果洗得了, 他就可以通關, 甚至發口機 你想想, 所謂物極必反 所有事情做多了, 人類都會反感 你想想, 他們在虛擬這個世界裡 不斷地花錢, 買買賣 去到現實世界, 聽到買字就會作謀 於是男人就不會變成敗家職 女人不會變成購物狂 怎樣? 這個設計是否很偉大呢? 我是否簡直就是人類的精益 怎麼了?連你也感動了, 是嗎? 你也覺得我是精英中的精英 精英, 我說你是神經 神經 虛擬世界當中 每個人的錢都斬眼就不斷去 請問我在虛擬世界當中 打到天下無敵手 我出來搶聖誕, 是否每個人都害怕我? 傻傻地 怎麼了?你去哪裡? 甚麼去哪裡? 把衣服還給阿祖 順便向他道歉 你呀, 你呀, 害到別人現在施疑自己? 腦退化 雅文哥, 怎麼樣? Coco姐, 喜不喜歡你的創意? 說完之後呢, 浪費了一大力 我發神經 他這麼說? 這麼說, 發接下來不就… 接下來怎樣? 我勸勸他 你說清楚, 接下來怎樣? 他…他可能想… 你呀? 他可能想跟你分手 他之前也提過幾次了 就說有個傻傻的伴侶 人生就等於毀了 又說如果那雙鞋合不合著, 自己知道 如果不合著, 當然要換掉他 就算了, 那麼… 那… 不過, 雅文哥呢 他離婚的兩個字 你說出來, 一天都還可以抬眼 你還是行動一下, 再積極一點 積極什麼? 其實我知道 我自己沒什麼常進心 做人又傻傻 他下架給我, 我算很幸運 他嫌棄了, 他嫌棄我一點也不奇怪 一天到黑都是自己, 私坑關東 不是又不行, 沒有又不行 這一天, 我已經預料了 沒事, 你慢 好, 走 阿祖, 你的衣服已經洗了 以及燙好還給你 原來是阿列友銀 沒有經理同意, 就自己拿了這件衣服去穿 所以你沒有失憶, 也沒有腦退化 腦瘦瘦的那個是阿列友銀 這樣也好一點 不過說話, 姑子仔, 你不要太嫌棄 姑娘, 其實她也有很多優點 怎麼說呢?不嫁都嫁了, 對吧 她沒有什麼大錯 但你說優點就真的沒有了 就只好當沒有犯過大錯 作為她的優點 當我沒說過, 麻煩你 我麻煩你 原來Coco嫁給我這麼委屈 這麼多年來, 都是壓抑著自己來生活 我累了她, 沒了終身幸福 我真的不配做人的老公 我是不是該安靜地走開 還是該勇敢留下來 我也不知道那麼多難 任務可以都出來 好, 有了我, 有了心機唱歌 Coco姐對你改觀 改什麼觀? 當年不明曲中耳 再唱以示曲中耳 我覺得我配不起Coco 是時候要主動離開 離開?你不是那麼容易放棄幸福吧 我想Coco姐也不是那麼絕情的 你不如問清楚她的心裡, 怎麼想吧 問? 問, 問她怎麼知道? 你一新買這個復奴嗎?我也是 不要提了, 這個復奴 經常都很省省的 你那個公民怎樣的? 喂? 你信得很差, 你說大聲一點 Coco, 你聽不聽我說話嗎? 我聽到了, 你說吧 你是不是很後悔嫁給我? 你…你照直說就行了, 我撐得住 後悔, 當然是後悔 我明白了, 我人生中最後悔這件事 我明白了 我不會再拖著你下半輩子的光陰 唉… 你想想吧 你買那個焗爐呢 又便宜又漂亮, 功能又好 我買那個焗爐又貴又經常 不是這個壞就那個壞 總之我以後再也不會在網上網購焗爐 我買那個焗爐 喂, 你現在在哪兒? 打電話你又不聽 發訊息你又不回覆 只是發一條甚麼… 甚麼兩聲音, 你是甚麼意思? Coco姐, 其實養吻哥 他也是想承傳你的 承傳我? 甚麼承傳我? 反正這個事情就是這樣 我勸你分是因為戴嬌跟我說 你那個男朋友經常都貪大手掌 又不找工作做 於是要我勸你兩個分手 而不是說要生我老公 甚麼?原來是這樣嗎? 但戴維也不是說很本事 他前陣子是有一點頹廢 但我勸了他之後 他也會找工作做 我沒空跟你們說 你… 但戴維也不是說很本事 你男朋友的事, 你自己去解決他 你現在弄不見我老公 你快把老公還還給我 好…Coco姐 我現在立刻去幫你找找 我一找到他, 我立刻帶他回來給你 Coco姐 其實有銀哥沒有走遠 他只不過在我們餐廳喝酒吃東西 老婆, 你嚇死我了 原來聽二嬌說, 你一直沒有嫌棄我 我得被你氣死了 二嬌擺烏龍也算了 你也跟在一起傻子也有 那昨晚在洗澡房外 我問你有否後悔嫁給我 你自己說的, 我很後悔 昨晚? 昨晚是我和朋友打電話 說很後悔買了個焗爐 你…再加上我吹頭髮 VV光光怎麼聽到他在外面說什麼 那你沒後悔嗎? 你再這樣發瘋, 我真的會後悔 放心吧, 老婆 經過這次之後 以後會更加聰明, 不會發瘋 你也是 以後別用這種說笑 嚇死人了, 真是讓你… 我只是想你們避免這個婚姻妮姬 勸王不勸婚 說得好, 勸王不勸婚 你回去和大家姐說 以後你和你男朋友的婚婚俠的事 就與我無關了 你們自己的事, 自己處理他 那你就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嗨蛋 第六月 集中 大延誌 修日 下延誌 «第四月